欢迎大家参加此次CoopCon的分论坛 然后呢本次由我跟我的同事给大家带来的一提是 Hybernate让OA跟Anderle网络在你的K8S集群当中完美共存 然后首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来自蚂蚁集团 然后我叫马文君 然后我是CNI社区的Maintainer 然后也是此次演讲的这个项目Hybernate的Owner 然后呢同时我也是一些开人项目 像K8S 库伯Own的一些项目的Member 在整个开人社区我也是有一定的积极的贡献 然后呢在蚂蚁集团的商业化部门 我是负责了那个应用Path FailOps 还有混布等产品的商业化 然后下面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容器网络相关的问题 可以直接找我 大家好 我是方亮 然后我也是来自蚂蚁集团的研发工人师 然后我在蚂蚁主要从事的是 应用Path FailOps 还有混布相关的一些项目和产品的建设 然后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 大家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首先 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的内容 大概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在混合云的场景下 我们容器网络面临的一些挑战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会介绍Hypernet 这个项目为了解决这些挑战 然后我们建设的这样一些内容 然后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后面第三部分呢 我的同事会给大家介绍 Hypernet 这个Hypernet比较独特的 这个混合网络平面的 这样一个feature的一些 设计和实现的细节 最后也会介绍Hypernet 在其他的一些 诸如IPM这些相关的一些高阶的特性 首先关于Hypernet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在单一厂商的这个公有云 或者大型的这个专业云底座上 容器网络的这个方案 一般是比较跟底座的这个能力 是有紧密的偶合的 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到这个 底座的一些虚拟化的 这个网络的能力呢 来极致地去提升这个 网络的这个 网络方案的这个性能 比如像这个AWS的AWSCNI 或者阿里云的这个Turway 然后这样一些这个弹性 弹性网卡的这种方案 但是在混合云的这个基础设施上 问题就不一样了 首先就是我们在 这个异构的这种 混合云的这种基础设施之上呢 我们还要保证一致性的这个功能 然后去适配这个底座 然后其次呢 在比较复杂的这种网络环境下 我们还要去保证 比较敏捷和稳定的这个交付的能力 那第三部分是 在混合云这种场景上呢 我们还比较强调 用户视角是比较统一的 运维的这种能力 那最后呢 高性能也是绕不开的话题 不管在什么场景下 我们都期望 这个网络的平面 是具有一个比较高的性能 那在 根据上面我们所产述的这种挑战呢 那在混合云的场景下 我们可能需要的 容器网络的这种方案 它需要具备这样一些能力 首先呢 它需要为用户提供一个 统一的这个网络模型 来降低用户 它使用你这个方案的这个 认知和维护的成本 这样的话也可以 便于你这个方案的这个 长期的演进 第二部分是 这样的 我们需要把 异构的这个 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从用户层面给它屏蔽掉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这个 用户使用的这种便捷性 那第三部分呢 是高性能 我们很多用户都希望 一个高性能的网络直通方案 既可以与存量的这个网络去打通 然后也具备比较高的转发性能 那为了实现上面的这些 这些能力呢 我们还不希望引入 比较复杂的这个外部组件 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 这种混合云的这种 复杂场景的这种复杂性 所以我们希望最小化 对底层网络技术的依赖 比如我们不希望引入 一些高版本的内核 或者这个SDN的 这样一些这种能力 那最后呢 比较基础的 我们需要与K8S 做这个深度的集成 为用户提供双站 IP Retain 这样一些iPad的能力 那这个也是要保证 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不变 那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 这些需求 其实有些是 相互是存在着 某种意义上的矛盾的 就是你既要屏蔽 底层的异构基础设施 快速地交付部署 又要去提供高性能的网络直通 来网络直通 那这两者 似乎是比较矛盾的 那我们都知道 容器网络主要分成 underlay和overlay underlay的话是 原封不动地把容器网络的爆纹 然后转发到这个底层的 这个宿主机网络 然后再依赖底层的 这个网络通讯的能力 把这个转发的 这个数据 转发面打通 那overlay的这种网络方案 一般是依赖IPIP 或者WeChallenge这种 这种隧道通讯的协议 然后去屏蔽底层的 异构的这种技术设施 但是underlay 它的高性能的同时呢 又带来了 与底层的技术设施 偶合的这种复杂性 overlay它虽然屏蔽了 底层这个技术设施呢 它又因为风包解包 带来了这种性能的下降 所以我们 在混合于这种场景下 想要同时满足两种 似乎必须要同时 引入underlay和overlay 所以我们在思考 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一个集群里面 既引入underlay的网络 又引入overlay的网络 我们在交付的初始阶段呢 我们通过overlay的网络 来保证整个集群的拉起 网络的这个 基本网络的这个通讯的 这些使用是非常快捷 非常敏捷 并且很稳定的 那在拉起整个集群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白屏的方式 再去配置一个 比较相对比较复杂的 这个underlay的这个网络 那这样的话 就似乎实现了 既满足了这个屏蔽 底层基础设施的复杂性 然后又能够提供 高性能网络 指动方案的这种 满足这两个 相对比较矛盾的这个需求 所以根据 我们以上的这种思考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目标 就定义为我们需要去建设一个 容器网络方案 它呢不基于比较 不基于一些复杂的 外部的这种组件 或者说底层的网络技术 我们需要用比较成熟的 底层网络技术 然后来构建一个 在Q8字机中共存的 underlay和overlay的这种 混合网络平面 它具备 并且针对这两种 类型的网络呢 都有这个比较灵活的 并且可以扩展的 iPad的这样一些能力 那面向这个混合运的 这场景呢 我们整个 HyperNet的这个容器网络的 这个全局的设计约束 是这样子的 首先在节点级别呢 我们需要同时支持 underlay和overlay 两种模式的网络 那第二方面呢 就是overlay的pod 跟underlay的pod呢 是完全互通的 并且可以原生的支持 KBIS的service 和network policy 第三部分是 overlay和underlay呢 它是共享一套网络模型的 同时具备高阶的appm能力 比如说网段的 基于网段的调度 或者说这个IP的保持 IP的指定等等 那关于underlay和overlay 本身的一些网络特性呢 它是也有一些约束的 比如说underlay的网络 它是具备比较高的网络性能 也可以与外部互通 支持基于节点的 这个标签的调度等等 那overlay的网络呢 它是全局唯一的 不需要调度 IP可以在全集群内 任意的飘移 同时也可以与underlay的网络互通 但是也要满足一个条件 是underlay和overlay的网段 是不能冲突的 并且与在跟客户的存量的 这个网段 就是客户环境的这种 存量网段也不能冲突 那关于hybernet的项目本身呢 大概给大家介绍 这样一些信息吧 hybernet它是已经被一些 这个阿里或者蚂蚁的 这样一些商业化产品 在使用的 比如说阿里云的这个ACKD 以及蚂蚁的这个SOFA stack 然后hybernet目前在 已经在接近100多个站点 在使用了 那hybernet它整个组件 整个这个网络 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可以 具体可以抽象为 两个比较大的方面吧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节点力度上 有个hyberstn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它是构建 整个数据面的 这样一个组件 当然这是个抽象的组件 它可能底下还包括了一些 更细节的一些 一些这个组件 那在集群力度呢 它有一个hybercomponents 在图里面所展示的 它会去负责集群级别的 一些IPAM 然后基于hybernet 定义的一些网络模型 比如说network subnet IPinstance这样一些东西 去做一些调和 以及这个PODIP分配 reserve这样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 这个hybercomponents呢 它所管理的这样一些 网络模型 主要是这三个 首先我们这个network 它是一个调度域的 这个 它是一个POD的调度域 并且呢 它是 就是每个POD呀 它是属于哪个network的 它一定会被调度到 这个network 所在的这个调度域 它这个每个network 它实际上会跟一组的 这个K8S节点所关联 那一般来说 这样的一组 K8S节点呢 它是具备着一些 相同的这个网络特性的 比如说 它们的VLAN tag是一样的 那subnet呢 它是属于一个network的 它其实就是一组 就是一个IP的 IPaddress的range 那每一个IPinstance呢 每个IP都是从一个 subnet里面分配出来的 那每个IP也会对应一个 叫IPinstance的 这样一个模型 它是属于一个POD的 当然了 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厂家 比如说IPreserve的厂家 它可能会属于workload的级别 那IPinstance呢 它是一个命名空间力度的资源 那刚刚讲的那个network跟subnet呢 它是一个集群力度的资源 这是一个network subnet和这个IPinstance的一个事例 network的话 它比较核心的特性 比如说netID 比如说一些VLAN tag 然后它也会指定一组节点 那就是一个node selector 它的status里面会显示 这个属于这个network的一组节点 并且会有一些这个network 一些整个network下面 所有的subnet组合起来的 就是统计出来的整个的这个 IPM的一些统计的结果 那subnet它就对应一个iprange 所以这里面它主要就定一个这个cdr 或者这个datastatus里面呢 也会展示当前已被分配的IP 或者说这个 或者说也有些这种 比如说我在subnet的创建的时候 就reserve的一些 不给随便分配的这样一些IP的信息 那IPinstance呢 这个IPinstance呢 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 stave set的一个IPinstance 它是 它也对应着这个 这个stave set下面的一个pod 那这里面就主要是一些IP的信息 它会被数据面的组件去使用 消费 然后去为这个pod setup一个network 相关的一些转发的这个 比如说规则 路由规则之类的信息 OK 下面会介绍一下这个hypernet 它整个这个components 大概有哪些 它主要分为四个吧 一个是manager 它是一个controller 然后它会 它主要负责两方面内容 一个是ipem 刚刚讲到的这些网络模型的管理 然后 还有一个功能是 这个多极群的这个连接性的 元数据的同步 这个多极群的能力 待会儿在后面会讲到 然后webhook的话 就是常见的这个validating mutating的这样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基于node的这个调度域的这个调度 如果你的pod指定了一个network去创建的话 那hypernet的webhook会帮你去打上这个对应的node selector 保证你调度到对应的调度域里面 然后demon组件的话 它主要分为两个小组件 一个是这个server 它是被hypernet的cni这个binary调用的 还有一个sinker 它是一个 它会去watch整个这个集群里面的ipinstance 然后属于当前demon的节点的ipinstance 会被这个demon处理 去帮助作为这种local的这种数据面的打通 cni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cni binary的文件 那我们以一个pod创建的流程呢 去讲一下这些组件之间的协同 那用户第一步创建了一个pod 然后它会经过这个hypernetworkhook 去给它打上对应的node selector 然后第三步呢 hypernetmanager会去调和这个pod 然后它会去watch到pod 并且去给这个pod去分配 或者说使用一个reserved的ip 然后去创建一个ipinstance 那这个ipinstance呢 它会绑定到这个pod 或者说它的workload 那第四步呢 就是quiplet它会去 这个callcni的这个add的command 然后hypernetcni呢 就会去为这个pod setup这个network 是根据刚刚这个 它被分配到的ipinstance的信息 去实现的这个network的setup 那后面呢 这个后面的内容呢 就交由我的同事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数据面的一些实现 那个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在刚才为大家带来了 hypernet整体的设计的这个背景 以及它那个核心的模型 还有相关的一些组件 那刚才介绍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都是从这个 控制面出发的 那对于一个容器网络解决方案来讲 其实它的数据面也非常重要 它决定了这个数据网络解决方案 到底能支撑多复杂的场景 那这里我主要讲的就是hybridlay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的项目的这个 名字就叫hybridnet 那hybrid这个东西 其实不但代表了我们的容器网络解决方案 在处理混合云场景下的一些 EgoS物理机的一些复杂场景 还代表了我们会构建一个 混合的网络平面 这个网络平面是通过 这个统一的模型来约束不同的网络模式 包括underlay跟overlay 这也是我们在做设计的第一步 就是确定我们的约束 然后第二步 根据我们既往多年的 在容器网络设计和实现上面的经验 我们把这个抽象大概分成两步 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确定 跨节点访问的数据电路 那右边这张图是一个逻辑的图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对称的 就是其实容器网络所能负责到的部分 大部分是集中在node里面 大概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容器要以可插把的方式 接入宿主机的网络 第二部分 在宿主机网络要针对不同的网络模型 做合适的分发 第三步 依赖于底层的underlay的路径 去完成真正的数据通信 大概抽象为这三步 然后我们整体的结构 也是围绕着这三步来组织完成的 那有了这三步之后 第二步我们就要明确 这三步在单一的节点当中如何实现 那右边这张也是一个逻辑的图 就是大概要有三个比较抽象的能力 第一部分就是我要同时处理 underlay跟overlay的流量 第二部分 我要因为underlay跟overlay 对于底层基础网络的需求 而管控一些VLAN或者是VXLAN的一些设备 第三部分 因为这个underlay网络 它有一个二层和三层的区分 在这种三层的模型下 二层网络需要做一些 这个ARP相关的一些代理 才能够完成通讯 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步骤 拆成了第一步跟第二步 去设计了或者抽象了 跨几点的通讯 以及几点内的通讯 那有了刚才的设计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整个实现 在这个实现的这个图当中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所有的overlay和underlay的通讯链路 以及overlay访问underlay 和underlay访问overlay的链路 那大概可以分成四步 第一步就是流量要从 这个underlay或者overlay的port当中出来 同时进入到宿主级的秘密空间当中 第二步 根据IP的这个源 跟这个网端的匹配性 决定它的类型 第三步 根据类型选择合适的网络设备 第四步 基于这个物理网络设备进行通讯 那在这里其实 整个网络方案用到了 内核里面的像 iptables ipset和这个策略路由 相关的一些能力 其中最核心的点 就是我们的策略路由的能力 那我们其实在 设计完约束之后 做技术选行的时候 也是纠结了很久 就是到底选什么样的 解决方案来做这个转发 其实业界有一些方案 比如说选了这种OVN 或者相关的一些SDN的方案 它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 带来问题 就是SDN本身的维护 或者OpenVSwitch本身的维护 是一个痛点 那么我们选了这个 在内核2.2 就已经成熟的一个 测路由的方案 是解决了这个依赖 就相当于在很低的版本 我们也可以把 容器网络搭起来 并且具备所有的能力 那有了数据链路的设计跟实现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基于这个设计跟实现 我们能完成什么 我们在设计之后 就把这张表格拉出来了 就是为什么叫它 混合网络平面 就是我们在设计之初 就必须把 Anderlay跟Overlay的通讯 统一考虑 那这个图也是在 还没有做网络实现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Overlay跟所有的网络通讯 都是双向隧道的方式 并且只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它访问外部的时候 可能要做一定的SNET 然后Anderlay跟Node 还有外部的访问 走的是Anderlay的通讯链路 这个图也一直约束着 我们做后面的 所有的技术实现 接下来我会通过Anderlay Anderlay加Overlay Overlay三个场景来 具体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网络量在底层 是如何通讯的 以及我们设计上的 一些小的点 首先第一张图就是 这个Anderlay Anderlay在我们的 整个设计方案当中 是一个大融合的方案 因为Anderlay这个词 相比Overlay来讲 它更复杂 因为像我们通常 在经典网络遇到的 微烂的场景 Bridge的场景 还有BGP的场景 都属于Anderlay Anderlay是否要再做区分呢 我们认为不需要 在一个网络当中 在一个集群当中 所有的容器都可以选择 自由地选择 不同的Anderlay的模式 在左边这张图当中 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集群当中 BGP Overlay和 VLAN的POD 都是共存 并且可以互相完成通讯的 它通讯的技术 就是依赖于 刚才列到的 广播 路由和BGP 一些底层的 基础的能力 第二块就是 Anderlay跟Overlay的访问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 刚才那张图的约束 我们在设计之初 就确定了 Anderlay跟Overlay之间的 互访 不论是正向还是逆向的 都必须走双向隧道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图上中 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BGP的POD 访问Overlay 和Overlay访问BGP的POD 都是经过了 VXLAN的设备 来进行互访的 这样的互访 有一个好处就是 第一点 它可以保证IP的可见性 就是 业界的很多方案 其实是 基本上都是 先有Overlay 再有Anderlay 或者是先有Anderlay 再有Overlay 那这种设计的 略是在于 在Anderlay跟Overlay 通信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 这个解决方案 都遵循着可用机型 并没有从最开始 就设计 这两边的通信内容 是否合理 所以就会导致 这种情况的产生 就是 Overlay在访问Anderlay的时候 大多数的解决方案 虽然它声称两个 是可以互通的 但大多数的解决方案 Overlay都会在 本节点 做一次SNET 再去访问Anderlay 这就丢失了 它原有的IP 因为它做了一次地址转换 在一些场景 比如说对原IP 有不可变性的 这个依赖的场景 这种网络解决方案 是会带来一定的困扰的 第二块就是 路径的这个一致性 然后我刚才说的 就是Overlay 访问Anderlay的时候 是走这个 SNET 再走这个Anderlay 那Anderlay访问Overlay的时候 大部分解决方案 都是走隧道的方式 所以一个是走 地址转换加Anderlay 一个是走隧道 所以正向跟内向的 路径不一致 也会跟问题的排查 和网络的复杂性 带来一定的困扰 最后一块就是 纯Overlay的部分 那这里 就会涉及到 跨极群的部分 因为Anderlay 大部分基础设施 可以保证Anderlay 是可以互相通讯的 多极群并不是问题 那Overlay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限制 就是大部分的 解决方案的Overlay 其实是局限于 一单个极群的 那在混合云场景 其实有很多的业务场景 要求我们去做 跨极群的网络通讯 那这里第一个能力 我们的Overlay特色能力 就是我们可以支持 跨极群的连接 这个在后面 有一个专题也会介绍 我们是点对点通讯的 也有一些 高口用能力上的提升 第二个就是 对单极群的Overlay来讲 我们是用的VXLine的 这个技术 相对来说比较老 但是也比较稳定 第二点就是 Overlay的方案里面 不可绕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寻止 Overlay正常的寻止 是有广播方案 然后节点越多 这个规模越大 就越来越不可控制 这种流量的稳定性 那我们这里是采用了 两层的方式 去兜底这个寻止 第一块 因为我们的整个 构建体的体系里面 是包含了所有的原数据 所以ARP或者NDP的寻止 可以通过用户空间的 一个代理 去完成快速的寻止 这是一个基于效率的保证 那第二点 当控制面挂掉的时候 这个Overlay还能不能 继续通讯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那怎么可以 就是相当于 我们不但在 这个第一层做了拦截 同时还允许它降级到 广播的方式去做寻止 这样的话 即使在控制层面 出现了故障 整个网络通讯 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介绍了Hybridlay 这个混合网络 平面的能力之后 接下来我会介绍 我们在长期的 演进工作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产生出的 一些高阶的方案 第一块就是 多极群的网络通讯 这块主要是 对Overlay来量 这块我会分成 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 数据面的 控制面的多极群 第二个就是 数据面的多极群 控制面的多极群 我们称它为 ClusterMesh的方案 业界也有做 多极群网络打通的 更多的是 选择了一个中心的节点 去完成原数据 在多极群的同步 然后分发到多个极群 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 中心节点的瓶颈 会限制到 和它的高口用 会限制到 各个极群都会跟 不同的极群建连 并且同步原数据 缓存在本地 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APS 挂掉了 只会影响 其他极群 跟它的通讯 并不会影响 对于剩下极群的 一些通讯的稳定性 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带来的好处 就是我们全部通过 KPS内置的 扩展性的方式 来实现的 没有依赖于 任何的外部的存储 自然也不会带来 多极群打通的成本 第二个就是 在数据流入上 多极群的方案 我们也有一定的特色 这里可以看到 左边的图 跟右边的图的 一个对比 我们是左边的方案 就是当 跨极群访问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 通过节点 寻止到另外一个节点 完成通讯 然后业界的一些方案 大部分都是 右边这个方案 就是我先通过一个网关 确定我的网络的 对外可见性 然后通过两个网关 之间的打通 完成多极群之间的打通 这个会带来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网关节点 虽然可以通过一些 网络学义 理论上做无线扩展 但是这部分的维护成本 和它带来的网络的抖动 基本上是 对生产环件来讲 不太能接受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它的整个跳出会动 可以看到 这里面发生了 一 二 三 大概三段的通讯 但是在左边只有一段 对于OVER类来讲 这种本来通讯效率 就不高的网络模型 左边的方案 会带来更大的优势 那带来的好处 也分成两块 第一块就是在 混合云场景的 多进行打通 第二块就是 我们也内置了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做OVER类的多集群 其实也是为了做这个事情 就是多集群的Service 就是多集群Service的能力 其实更多的出现在 多集群的场景 我要做双机房的高考用 或者是多集群的高考用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一个集群的Service 访问到两个集群的 后段服务 这个我们是通过 多集群之间的 Endpoint Slash模型的同步来实现的 然后IPM层面的 一些高阶的特性 这里也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IP保持 第二个就是指定IP IP保持这里重点讲一下 就是Service for Workload 其实解决的是 有状态应用上云的 一个迁移的问题 它重点解决的是 发布的稳态性 跟存储的稳定性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 PV存储 但它没有解决的是 IP的稳定性 就是它还是遵从的一个 敏态 就是IP是可以敏态变化的 但是很多系统 在刚上云的时候 它其实摆脱不了 对于IP固定的依赖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了 对State for Workload的 通用模型的一个支持 不仅仅限于State for 这个State for Set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在IP保持的同时 同时要保证你调度上的 一些参数的叠加 最后一点就是 对于社区现在的一个 这个容器虚拟化的方案 Coopwork 我们也做了支持 指定IP的话 主要是三个层面 Network Subnet和IP 同时我们还支持 Reserve的能力 然后接下来要聊的话题 就是高性能 那这个高性能 其实说的不是 这个数据链路的高性能 数据链路的高性能 其实通过Android 跟Overlay的选行 就已经可以解决了 这里提到的高性能 主要是我们遇到的 两个业务场景 所衍生出来的 对于容器网络解决方案 本身的高性能 第一个就是边缘场景 边缘场景带来的是 地带宽的这个问题 就是它带宽 甚至照级别都不能 不能够提供 可能只能局限在K级别 那如何在K级别的 这个带宽当中 我们依然完成一个 稳定的网络管控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混步 混步场景 因为离线业务的调度 频次是远高于 在线场景的 所以高频的调度 也会给我们带来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主要从两个层面 来解决 第一个就是 为了解决低带宽的问题 我们需要减少 对APS Server的网络请求 这里我们是去掉了 Node跟Pod 两个Client Cache的依赖 对于API直接读写的方式去带 因为我们认为 其实Kubelet在 这个组装网络的时候 也是触发式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 触发式的方式来解决 对于Node的Client的Cache 我们分析出来 其实主要是因为 Status跟 这个Annotation的变化 带来一些高频的数据的同步 是无效的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 Node上面的一些部分的信息 那右边这个模型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转换 先把Node转换成NodeInfo 只保留我们有效的信息 然后通过这个模型的同步 来减少整体带宽的使用 通过这个方案 我们最后把带宽下降了 大概两到三个数量级 这是在我们 1000个节点的生产集群上 做过实际验证的 第二个就是 IP的分配效率的提升 第一块就是我们通过 重构我们的IP instance的模型 来保证了 一次调度当中的 核心更新只有一次 剩下的全是一步更新 这样就跟调度器的更新 保证了在API请求上面 是开销是一致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通过 Client cache在本地缓存的方式 既避免了对API的请求 又保证了本地数据的一致性 不会导致IP充足的方式发生 那基于这两点 我们是把IP分配的效率 从数十个每秒 提升到了1000个每秒 基本仅 怎么说呢 比调度器稍微低一点 基本可以满足大规模的 离线应用的调度 我们现在在混不解决方案当中 用的也是这套的解决方案 然后就要提到的就是双战 我们在双战当中 除了这个它是内置能力 支持IPv4 only V6 only Due stack 双战这些能力之外 这里有一点要提中的 就是我们的双战 其实是在单网卡上做的 我们认为单网卡对于用户的 对于IPv6的迁移和使用成本 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给它搞多张网卡 IPv4 v6 它还要去识别网卡 这个对于业务层来讲是比较难的 所以在单网卡当中 我们更多的是在容器内部 去做了一个单网卡的 V4和V6地址的一致性 然后在外部的话 经过我们的这个逻辑的SDN之后 它就会转发到不同的底层列路 去进行通信 所以在容器层面是内具的 方便你使用 在外面是比较自由的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在眼镜的观察当中 也是逐步支持了安德类的 不同的模式 这里也刚才也提到了 对于微LAN 桥接 BGP 都是支持的 那微LAN跟Bridge就略过了 这里主要提的就是BGP BGP目前我们主要支持的模式 类似于这个Kaliko社区的 Downward Default Mode 就是每一个交换域 交换机下面 那个接入层交换机下面 是一个跟交换机不同的 通过EBGP方式连接的 一个自制域 它的你可以看到 这个底层的这个100 还有101跟这个交换机 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型 我们支持在这个 接入层交换机层面的 一个IP保持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相比于Kaliko 做的一个优化 就是路由的聚合 那路由的聚合 其实是BGP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这个 一个子网 其实是分配给了 这样一个红色的框 或者是蓝色的框 但是在它同步的 过程当中 它其实只会同步 我已经分配出去的IP 那你已经分配出去的IP 如果你是跳着分配的话 其实在BGP协议层面 做路由聚合就非常困难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通过BGP协议上的 一些参数控制 让保证它保证 在单个IP的 对外宣告的过程当中 只会宣告到 接入层交换机 但是在这个Subnet 就是子网层面会宣告到 接入层交换机 并由接入层交换机 继续宣告到 SPAN交换机 这样就保证了 我们的IP的复杂性 以及不可聚合性 只会保留在 接入层交换机 对于顶层的核心交换机 不会带来过多的冲击 然后路由收敛问题 自然而然也就会解决 然后介绍好了 我们的高级能力之后 最后还是希望 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源项目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到 这个开源项目 然后最近我们在规划的 一个几个能力 就是第一个 就是多方卡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 虽然我们说我们在 这个ClusterMatch的方案里面 是点对点通信的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 在这个通信受限的场景下 指定网关节点的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 BGP刚才就说了 只是一种模式 后面我们逐步拓展到 多种多模态的 BGP模式的支持 来适应更多的场景 那这个我们在 怎么要加入我们呢 就是在Slack上面 我们有一个 这个Hypernite的这个Channel 虽然里面人现在不多 但是大家可以加入进去 我们会在那里面 去解答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也 分享了Speaker的 一些私人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最后参与开业社区的 一个通用方式 就是直接在开业仓库里面 TX或者是TPR 我们会最高优先 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 那今天我们整体的 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议题 就讲到这里了 后面是科学环境 大家有问题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是一个CNI的解决方案吗 对 是CNI协议的解决方案 那它的主要应用的业务场景是啥 就是说underlay和overlay 就是说我们overlay 比如说overlay 我们可以自己指定那个方案吗 比如说使用VXLAN 还是说使用Geneve 就是这种overlay的方案 可以自选吗 还是说就是 overlay的方案 目前底层的协议 都是用VXLAN来支持的 没有协议上的自选 那它那个业务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就是说那overlay和underlay 比如说两个pod之间通信 它具体是走overlay 还是走underlay 这个是怎么定的 这个是你在创建的过程当中 要指定你使用overlay 还是underlay 通过annotation的方式去感知 那比如说两个pod之间 一个属于overlay的区域 一个属于underlay的区域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场景呢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 能力的对外交付的过程当中 其实交付的第一场景 就是我们要把核心的系统拉起来 如果这个时候 你选择了underlay的方案的话 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在underlay的交付跟配置上 其实这个东西 是一个异步的过程 你可以先通过overlay的方式 在这个机群当中 快速地拉起核心的系统 然后通过核心系统 白平化的方式 再去管控或者配置这个机群 把它的underlay能力补齐 underlay能力可以 在这个业务系统 其他的业务系统起来的时候 把一些网关类的应用 部署在underlay的能力上 让它既具备对外的可见性 又具备高特性 然后内部系统的一些 对于性能要求 不是很强的一些交付 就走overlay 这样的话也不会 对外部有过多的 一些基础设施的要求 那这样的话 overlay和underlay之间 它们两个之间的交付 并不频繁是吧 可以频繁 在整个机群当中 overlay跟underlay的交付 没有网络瓶颈 然后还有再举一个场景 比如在混步的场景 就是对于可能 离线任务会是非常多 有些需要依赖于 独立的IP 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会推荐用户的 这个混步的一些任务 使用overlay的IP 因为这个 它只需要访问别人 并不需要别人访问它 那对于这里面的 在线业务 我们会推荐underlay的方式 通过这个 对外可见性 以及高性能的方式 保证在线业务的稳定性 好 谢谢 你好 我看到你们为了混合 underlay和overlay 引入了一个模块 就是它可以让underlay的通信 就是走这个过程 然后到overlay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用这个模块 它是运行在用户态 还是内核态 它会引入什么性能损失吗 你们有benchmark过吗 我们做过benchmark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underlay来讲 能力不应该损耗超过10% 引入了不同的技术之外 引入了内核的技术以后 然后你刚才说到的整个技术 我刚才也列到了 我们用了内核里面的 iptables 策略路由 然后包括Ipset 相关的一些能力 这些能力都是在 低版本内核 经过大规模验证的 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是 一个SDN的整体的解决方案 但是里面 其实是有比较稳定的 内核级别的 规则来实现的 谢谢 我还是想问一下 刚才那个场景的问题 你刚才场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就确认你点 就是说你刚才讲 就是overlay和underlay 这个混步这个事 实际上是讲 就是说在这个物理机上 我直接去用它这个underlay 对吧 然后这个underlay 可能是不是就用了 类似于host的网络这种 就是直接用 物理机的这个IP地址 然后类似于用一个网桥的 然后这样把那个容器刨起来 然后因为 然后它没有用到VTN 所以说你这个场景里边 需要有这两层东西要互通 是吧 是的 就是overlay其实有很多种 你刚才说的桥接是一种 然后VLINE也是一种 然后BGP也是一种 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利用了 这个底层 其实它都是用到了底层的一些 网络通讯的技术 只是在那个宿主机层面 稍加组装而已 好 其实我对这个场景还蛮感兴趣 就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场景 因为一般我们在那个容器里边 其实如果是对外要访问的话 一般是走比方说 四层或者七层网关 比方说在云上 可能是走一些这个叫做 Low Balance 比方说阿里叫什么AOB 对吧 就是这个 好像是 直接在这个宿主机上 跑些这种高性能的 这种混步场景 这个 就是要么就是一个集群 对吧 如果是针对这个集群里边 它有这个高性能的话 就是直接画一个K8S集群来搞 这个好像很少见到这种两个混步 所以说这个场景是怎么来的 就是不是所有的业务体系 都适合用网关的 点对点通信是某一些高性能 场景的一个很基础的方案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部分的中间件的 这个解决方案 都是有一个寻止系统 然后这个寻止系统 它可以寻止到后面所有的server 而跟任何一个server间联 然后保证它整个server的 横向扩展性 那如果你在这里建一个网关呢 不是不可以 但是整个的横向扩展性 会被你这个网关限制住 所以在这个业务场景上来看 是存在着点对点通信的 那点对点通信就不可以 通过刚才您说的这种 网关的方式解决 那点对点通信的一个基础的要求 就是我的IP起码要能被别人访问到 那被别人访问到 就基本就代表着 你需要选择underlay的方案 对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不是BPF很火吗 然后你们有没有考虑去用BPF方式去实现 有的 其实在我们的解决方案里面 我们已经跟那个业界的一些EPP方案 做过集成 做过验证 就是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通过EPP实现service 或者Network Policy的方案 可以跟我们的模型直接集成 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我们在做网络设计的过程当中 没有直接用桥接方案 而逼迫着所有的underlay跟overlay 连路 第一条一定要走到数据内核 因为它只有到数据内核 它才能跟社区的一些 CubeProxy 或者Network Policy 或者是EPPF做很好的兼容 对 我想问就是下面那个底层的 比如说像什么 BX链封装 或者说那种BGP这种路由这种 对 有没有考虑用BPF这种方式 这个应该暂时没有 对 好 OK 那我想问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一个集群内 它是可以同时布那个underlay overlay的是吧 可以的 您好 我是想问一下 刚才您说就是关于低带宽的那个场景 就是我们是什么场景下 遇到这种低带宽的这种问题 我刚才提到就是大的场景是边缘 边缘其实就是像OpenArt之类的解决方案 其实通过一个代理的方式 让你的节点能够访问到中枢的API server 但是这个代理的方式 基本上走的就是一些类似公网 就是不太稳定 而且带宽受限的一些场景 不像我们正常组网 我们是拉一条专线 这个专线的带宽非常高 所以在这种网络受限的情况下 你一丁点的网络带宽都很珍贵 所以其实是从性能上来讲是不能要求 不能有一点的浪费 否则就会对这个网络环境的整体的管控带来影响 假如是有一种场景 它带宽是非常低的 就是我们只是通过就是传输的数据 减少传输数据量这样方式解决的 是的 是有考虑过就是通过就是在网络层面 就是比如就是网络上的冗余 或者之内发包的这种方式有考虑过吗 就当时你们针对这个场景 有做过其他方面的调研和设计的这种考虑吗 对 您说的这个思路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但是其实对于边缘节点来讲 就是对于一个云产品来讲 它管控的更多的是这个站点内部的一些东西 网络其实这部分更多受限于 我们所要实施的那个客户 它所能提供的能力 然后正是因为这段这个网络提升带宽的成本过高 所以我们才选了 才选了降低这个带宽的方式 如果提升带宽很容易的话 其实大部分客户都会选择提升带宽的方式 请 因为是这种就是 确实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就是 热网就低带宽的这种环境啊 就是我们会考虑一些 比如就是蒸发或者做冗余 就是但是不会在 因为我们数据量可能还是会属于比较大 它指节点它会和中心节点 比如做通信的时候 我还是去需要发很多数据 我们只是在解决了就是网络层面上面 在unlock IP啊或之内这种上面的这种 这种信息上面的这种解决方案 就比如我实际上面的数据 就是发生业务数据的时候 有过这种考虑吗 对于边缘来讲 您刚才说的是 其实是云跟边之间的通讯是吗 我没有理解错了 对对内视于这种 其实云编的场景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产品都是 编注重的是管理 它上面的业务是独立对外提供服务的 除了一些像包分发之类的 一些非实时的业务 会通过这条云到编的链路 分发给编之外 编产品更多的是独立提供服务的 它并不依赖于中心给它提供的一些服务 我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没有 大部分编是自制的 它的不自制的部分 就是体现在它跟API Server 或者整个集群之间的连接 OK 了解 如果是云跟边之间有重度的通讯的话 我一来可能不是我们认为的标准的云编的场景 好好好 谢谢 我还是想follow up问一下 刚刚那个场景的问题 就是在underlay的情况下 说是比如说在一个node上 有多个pod需要使用underlay的网络的话 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IP或者interface的 首先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网络是分了几个模型的network network是个大的调度域 它其实代表了一堆的机器 然后在接下来里面是有subnet的 subnet其实它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它的网段 第二个是它的网络类型 也就是说在一个underlay的network下面 你可以创建BGP的子网 也可以创建VLAN的子网 也可以创建桥接的子网 那你最后在pod的annotation上面 声明你要使用哪一个网络类型 比如说你声明了BGP 那你就会使用BGP刚才创建的子网 从那里面分一个IP出来 那比如说在同一台host上 会可以分配多个 比如说underlay的pod上去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就看你本身底层underlay的实现是吧 是的 对 OK 好的 然后还是想问一下场景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们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场景 是不是你们混合云 是在这个on-premise的data center里面 那如果说我是用这个cloud provider的一些场景的话 可能我本身并不能控制说 它这个怎么分配这个网络模型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Advice上 那个Celium它有ENI的这个模式 它其实本身就已经拉平了这个网络 就并不存在这种场景了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就是这里 正好到这一页 这里我第二个能力就是指定网关节点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考虑 就是虽然我们希望所有的混合云当中的站点 或者KBIS都由我们来回忆 但是肯定会遇到某些场景 就是用户有一个集群 它希望跟我们创建的一个集群体打通 那打通的话 刚才我提到的这种 多集群网络打通的这种点对点的方案 就不太适用了 可能更多的是 我先要把它集中到一个网关节点 通过我们暴露出来的网关节点 跟云上的一个网关节点之间的打通 来保证这两个环境之间的互通 OK 所以像这个情况 还是需要有一个gateway的 是的 好的 好的 那位先生 刚才那个人已经问了 就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吧 就是这个跟 因为我们现在云上都是VPC的网络 也是一个overlamp 对吧 对 就是这块的打通 包括性能会怎么样吗 无论在云上云下其实都有 云下有混合云 混合云输出也是整个都 一般都会爱死的输出嘛 都会有VPC这些东西 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它是一个平行的一个环境 还是说也可以在VPC内部去使用这个东西 对 就是VPC上我们其实更推荐大家使用VPC 内贴物的网络解释方案 比如说在AWS上有AWSCNi 然后在阿里云上有特位 我们其实更推荐这种的 然后至于网络打通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可能我们如果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网络解释方案 跟云上的网络方案打通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底层链路的配置 这个可能我们cover不了 我们能cover得了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出入口标明好 然后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 这个混合云其实并不是 PaaS层面单独的事情 刚才您提到的 有可能AWS也在做混合云解释方案的时候 那AWS不可避免的就是 它自己会有对于这个VPC内的集讯的管理 以及它要管理粘放的集讯 那这个时候的一些 这个打通的链路我理解 是在AWS层面的打通 跟这里提到的我们说的 这个PaaS层的混合云的方案是 不太一样的 切误点不太一样 就你这个第二个文 就紧接着 就这个东西也可以 比如说我在VPC里面 我申请了一堆虚拟虚机 对吧 也可以用你这个hybrid net这个方式 可以的 但是目前仅能用overlay 仅能用overlay的 对 因为就underlay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 从模型上来讲是没问题的 对 network其实就是子网 就是比如说阿里云里面的交换机 对 模型上是对得上的 然后几层了也就这样 但是做这个事情跟 比如说云上的网络插件 其实就冲突了 OK 好的 谢谢 对 对 谢谢大家